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馆里面当然是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的 这个叫做大门不卖啊 所以不可以出去 不过旅馆还不错 还有个很大的落地窗 有8平还是9平的大小 在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包括制作玩岛和陈庚的视频等等 我刚刚跟儿子通电话 他在美国 他就开玩笑说 爸爸你的房间还不错 总比保罗和希腊在狱中好得多了 他的老金想的很快 是的 《使徒行传》16章记载了保罗 他见到马其顿异象 之后呢就到了马其顿去 希拉跟他一起去 到了马其顿 哇有很好的事工啊 还有赶鬼啊 不过事工很顺利 但是阻力也相当的大 最后 他和希拉被下奸 然后呢就在半夜 在监狱里面大声赞美神 哇 神机发生了 地大震动 于是 这个监狱的门都开了 哇 狱卒非常非常害怕 于是就要自杀了 但是呢 保罗告诉他 我们没有跑 不要怕 因着这件事 这个狱卒就要寻找救恩 然后保罗就跟他说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就为这家人施行洗礼 然后就带领这家人贵族了 这个记录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出人意料之外 但是呢 我想我们现在的防疫旅馆 的确比保罗和希拉的时候 好得多了 献上感恩了 虽然有14天必须在这个空间生活 但是其实心灵与主同在 空间大小 也不一定能够限制 是不是啊 我们的心灵与主同在 人活在小空间 也是一样可以非常坦荡荡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愿主带领我们 不管你现在是活在一个大空间里面 小空间里面 你住的家里有多大 有多小 只要心与主同在 哇 我们一样可以赞美主 今天晚上 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 思路和情绪中 一起来赞美他 我们祷告 谢谢主恩典 让我们继续同心来祷告 我相信 当人愿意将心归给你的时候 外在环境如何 还是其次 我们的心灵与主同在同行 更是重要 看见保罗和希拉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 但是却有心灵十分的平安 不止他们自己平安 他们还发出赞美 影响到周围的人 引起了一波福音的行动 主啊 恩待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位 不管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环境如何 我们的心永远与主联合 于是主也能够使用我们 成为福音外展的一个管道 愿主成全你的旨意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愿主带领大家 今天晚上有美好睡眠 心灵中充满赞美 于是主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每一天 经历他奇妙的恩典 晚安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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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